8号深夜大批维安人员跟媒体记者 守在奈良的医院门外 等待着要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体 移临回东京 而他在殷伤众宣告不治后的几个小时内 多国领袖也先后表达哀悼 除了临近的南韩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表声明 表示感到震惊及愤怒 并说这是日本和所有认识安倍晋三的人的悲剧 强调他是每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友谊的捍卫者 就连因为俄乌战争以及领土争端 而跟日本关系紧张的俄罗斯 都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表达哀悼 拉夫洛夫转述 俄罗斯总统普清认为 安倍晋三是真正的爱国者 是许多国家没有的政治家典范 强调他的离世是重大损失 而作为日本的特别战略及全球伙伴 印度总理莫迪更是一连发了多则推文 回忆自己与安倍之间的友谊 并宣布九号为印度全国哀悼日 各政府大楼的国旗将半旗 当天也不举办官方欢庆活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